五香卷,福建人都爱吃,但是很多人不会做,其实做法很简单,一分钟写会 莲藕切碎,前腿肉剁成肉末,葱切成葱花 调味加盐,鸡精,白糖,生抽,五香粉 打入一个公鸡蛋,再加一碗地瓜粉 用我的小锁抓拌,抓拌成这种粘粘的状态即可 五香卷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豆皮了 这个是裁剪好的头层豆皮 非常好包,不易破,一个一个全部包好,还入蒸锅里 底下铺一块纱布,水开蒸15分钟 哇,真的太香了,原来做法这么简单 换凉后切小段可以直接吃 家里有条件的可以把它炸至拌面精华 焦香酥脆,太香太好吃,想吃的赶紧做起来吧